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5到18在市贸易馆登场 各家旅游业者无不冒足全力推优惠 由北市府官船局筹组的台北馆以来到关渡 台北河滨单车轻旅行为主题 结合商家推出了展期限定的优惠 像是买牛排餐券就送免费住宿及泡汤券半价优惠等 吸引了民众来台北游玩 在深深聚场热情活力的鼓动旋律中 为2022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台北馆揭开序幕 由北市府观光传播局筹组的台北馆 以来到关渡台北河滨单车轻旅行为主题 邀请民众体验你所未见的台北 并结合商家推出展期限定优惠 吸引民众来台北游玩 这一次参加台北夏季旅展 我们台北馆最主要的这一次展出的主题 是来到关渡 大家都不知道关渡的平原 有一个金黄色的稻税一片 非常的疗异 同时我们也鼓励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民众 能够骑着沿着和平自行车道 骑道来关渡 来赏这个非常疗异的 我们的金黄色税的稻田 同时这次我们台北馆 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 我们的包括 就是我们的这个旅宿业者 他们也提出非常大的优惠 同时我们也有文创的商品 以及我们城市纪念品 包括我们熊站 还有双城巴士 这样的一个提供 大家来选购服务 这个部分大家也都非常的 提供相当的优惠 同时我们大家在这两年来 这个疫情的关系 对我们观光产业 也有很大的冲击 那我们这一次的旅展 同时我们刚才市长也报告过 我们在这个8月27到9月11 我们有城市博览会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展览活动 同时周边也有很多的 这个文创以及艺文的表演 我们也欢迎民众到时候 能够来这边欣赏 同时明年的这个台湾灯会 也在台北 那我们现在开始在做一些软身的活动 那也欢迎这是明年啊 这个最大后疫情时代啊 最大型的观光活动 我们也邀请啊 所有全国的民众还有国内外的这个观光客啊 能够来到台北 来这个游玩 而且消费 这个活动是谁办的啊 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 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参加观光传播局的活动 好 我们的中奖号码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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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这边要跟我们的副局长来这边 先往 道道一声 这位是一直支持我们台北馆的阿伯 他要支持我们 恭喜这个阿伯 现场还抽出五位幸运民众 赠送总价值超过万元的限量好礼 而馆内三大展区各家业者 也卯足全力推出限定优惠 其中住宿旅游区 就有业者推出买牛排餐犬 就可免费住宿 还有北投温泉业者 也祭出泡汤半价优惠来席客 这次的话呢 因为今天是那个国旅补助上路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话题 那我们这次旅展的话呢 我们就有针对这个国旅补助 推出了一个就是比较下杀的一个专案这样 就是我们劫师与台北西门馆 我们有一个台北精华的午餐牛排的双人套餐券 餐券是1499 那你只要买这个餐券的话呢 我们就有推出一个相对应的优惠住房专案 就是在官网只要输入券号的话 就会有一个优惠住房专案这样 那这个住房专案的话呢 是可以适用国旅补助的 然后一个房间呢含早餐 双人房含早餐 两克只要1300 就完全可以用国旅补助折抵 所以等于是说呢 只要买餐券我们就可以向国旅补助优惠 有一个买餐送房零元入住 对等于是不用钱就可以直接来入住那个我们台北馆西门丁 对就是先享受牛排然后再享受住宿 然后就是可以美食旅游兼城市度假 我们是北投温泉水美 那我们今天来旅展的话 我们是推广我们的泡汤卷住宿卷 还有我们的就是牛肉面的料理包 那平常料理包的话 我们在馆内也都会有线上的贩售或是现场的贩售 那这一次的话为了推广就是下期旅展 我们还有在特别在下刷不同的优惠价格 然后我们的像雪尔顿红莲的部分 我们是定价原本是160元 我们的展场优惠价格也是一瓶80块钱 那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现场来选购 住宿卷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双人房部分是3800元 那这次的话是有优惠 第三位加价是可以免费一起入住的 那第三位的话我们也会免费的赠送餐点跟大众汤 房间里面的话也都是有泡汤的温泉池可以使用 那另外的话像泡汤券部分 我们就是一套十张 一套十张是3990 3990的话它是一张可以使用大众池 两张券的话可以直接换成堂屋 两位一起使用90分钟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采预购券的方式 预购券的话10月1号开始可以使用 刚好冬天天气凉了就可以来泡温泉了 休闲旅游区则是有台北最具代表性的熊站吉祥物 以及双城观光巴士为夏季旅展民众带来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台北惊喜 那我们双城餐车呢在去年12月的时候刚上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配合旅展的活动 那我们有推出双人的餐卷还有四人的餐卷 那我们餐卷的话都是没有使用的有效期限 那优惠价都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在官网订餐的话是原价 那我们现在旅展的优惠活动在这边 那另外的话我们现场买这个活动套票的话 我们还有赠送我们的一些精美的伴手礼 有我们的水梨或是我们的鸡尾酒的餐卷 鸡尾酒的卷 那这边是我们餐车的活动 那另外双城巴士的部分啊 我们这边有推出的是日间票跟单次票都是买一送一的优惠活动 那另外我们有搭配我们新推出的模型车是跟熊站合作的联名车 那我们的模型车的部分啊 他也设计的非常精致可爱 车门是可以开关的 那现在有搭配的是我们单次票的新座票活动 那原价的话是500元 我们现在推出的活动价是360元 那另外我们也有其他非常可爱的周边商品 包含防疫小物 我们的口罩 酒精品等等 也是我们这次日站的行销活动 夏季选物区则是推出夏日出游小物 带来各式充满浓浓台味的文创商品 我们是迪瓦街大道神来的一个老品牌 那目前已经经营到第三代 那我们的肥皂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肥皂会非常的耐用 品质也相对的非常稳定 造型也是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代 那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 那我们今天参加夏季 国际夏季旅展里面有一些 有两个优惠 一个是我们有跟台北市政府合作的 你所谓今天的台北有一个优惠价 就是九折的三百六的优惠 然后也推行我们最近在做的订阅制 那我们订阅制的服务就是 我们会定期的寄送肥皂给我们的消费者 就不用每次都要到我们的店里或是到现场去做购买 这样那我们就是固定每期会寄两个过去 那有分三期跟六期那都会有一些非常优惠的一些价钱 会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这样 我们是代表台北馆的文创商品 然后我们符合主题的是 我们设计的这个贤书机的T恤 然后跟我们设计的跟西门红楼 就是代表台北的这个场馆的作品 然后现场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 都是比较有台湾特色的 比如说注音符号的手机挂绳 这个很方便 然后两用的卡机带 你可以后背也可以侧背 然后上班用的证件套 也可以当那个行李吊牌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台卫口罩 现场有五个图案 然后活动的话 因为我们是比较小型的文创品牌 所以呢折扣有限 我们今天为了这个活动啊 我们有特地设计了这个明信片 只要来到我们的柜位上 就会送你我们设计的明信片 然后后面的话 有一些优惠的折扣 现场加入我们的LINE A 就可以立刻折五十元 然后还会送你这个 只要追踪我们的IG或脸书 就送你可以贴行李箱的防水贴纸 就是你出国的时候 常常会有人问你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们直接就自己自我介绍 就是国际上历史上所有不同的名称 I come from Taiwan的防水贴纸送给你 7月16号还将邀请阳光男神杨子怡 分享来到关渡秘境游城 更结合线上活动 今天台北怎么约抽签游戏 邀请全台民众今夏纠团来台北 体验城市生活中难得的田园景致与休闲时光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台北市市场处主办的 111年度台北市公有环南市场 环境整洁评比盛大展开 市长柯文哲及副市长黄珊珊 特别出席颁奖 感受到贪伤为提升环境的努力 共同打造环南市场舒适的购物空间 台北市政府期望环南市场明年完工后 可以跟日本东京主地市场 翻前后的里州市场相比 市长柯文哲也说 等到边境开放后 外国观光客到台湾 这个地方就能变成观光景点 在以前很多场景我都讲过 如果只有三足一方要设计有什么 要去看市场 特别是传统市场 因为市场就是整个层次的所有 包括那个层次的文化特色 经济的水准 甚至这个盗贼的层次 在市场都会显然出来 所以是为什么我特别注重市场的原因 也会去做市场改变 我知道一般的地方政府的首长 没有人想要去顿市场 台湖大陆 势力不讨好 但是我觉得 不管是台北要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还是台湾要成为一个无名的国家 市场的改变是绝对继续的 海湾市场一期工程也完成了 已经在作业了 二期工程大概 继续在明年中会完成 所以整个硬碟的建设到在明年下半年以前就要开始进步 硬碟的工程反正比较简单 这种整齐清潔 这种比较软移的东西 因为这是习惯的改变 而且不是一个人的习惯改变 几千块 你想想看 1300再加上他的工作 这是几万人的行为要改变 这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一开始跟市场说 这个硬碟的一集搬进来以后 就要开始持续的做 有人说我们就当到市场了 还去当到市场了 整叠比赛 大致小致小致大臭 臭 这表示我对这件事有个注重 我希望这个市场在明年去不完工以后 他在我们东亚的位置 大概就要跟日本东京的那个 通州或一些的土地市场这样拼 我们再给这一款游戏 我们再给这一款游戏 这个外国观光客 比如说到变现台湾也有 外国观客到台湾 这个地方会变成观光景点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去日本 我还特别跑去土地市场去看过 所以 人家乱去看看 不自然搞搞都不是 因为它本来在国际上就是很 好 那 最后 每一个政策你知道 政府在那还没有要 最重要还是从会长的堅持 push 所有的摊上 它有支出的不能处理 一起往那方向远远 所以结论就是 我希望明年这个 整个淡南市场政治营运使用 它的标准 就是日冷现在的通州市场的标准 当然这个 还是要努力 所以这个整齐清潔 永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们现在一步一步一直追上去 所以要 要光亮 地面要干净 所以卖桌的餐子会有 有那个服装 这个看不到苍蝇 看不到苍蝇 我跟你讲 这发现开放的空间 叫没有苍蝇很困难 所以我为了这个你知道 做法已经在逃避一个计划 以帝国在市场 跟华南市场为中心 整个周边的 素质计划中心 中心对往 你不能说 欧蝇200亿 带了两个市场 有大瓦也是 它便是处理的 所以我们这个 已经有一个 有两个 素质计划在起动 以这个华南市场 跟帝国在市场 为中心 两个素质计划中心 做这个也在做 市场处也举办 华南市场环境整洁屏蔽 有客问哲 与黄珊珊颁奖 感谢摊商 致志会同仁的努力 让市场 越来越干净整齐 从华南市场 搬到这边来的第一天 我就到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 整理大概 差一年的时间 最近会有一些 下雨的状况 也有一些 设施还需要改善 但是真的 谢谢各位代表 对华南市场的摊商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应该市场里面 不管是摊位 还是我们的设施 可能有个近满意的地方 但是我们都尽量的再改善 我相信二期代讨以后 这个华南市场 会成为当市场讲的 大周路市场的新利标 那最重要的是 里面摊上的名利 我看到他们 从历天来到现在的差异 我要向大家做声谢谢 谢谢你们 大家一起努力 让华南市场有今天的成果 有的酒店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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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表面面摹起头 一定在这些时候 有我们指定 基本的品牌和我们说 c赤的抵抗 如这个 往我们指定 你要留 你会拼 其实你会议 拖个anch 也没有便宁口 也没有便宁贖 大家都见 了 他们都过程 在某些地方 在那儿吃我们 对了 医院人就比较贵 对了 把它便宁贖 便宁贖 肯贖 这是习惯 人家都會疲勞了 拍一張到好一張 要把你拍一張給他戴起來 這就是要時間 時間的高度 把全民都走 全民都拍一張 如果他沒有戴 都沒有戴 還沒有戴 所以這時間出來 自己會覺得他也要戴 對於那個時代的好頂 那是我們市民在說的 我們市民 福晉市長人家生懷的 林坪市場 我們看到傳出全新的環境市場 我們可以說 日本景點的一樣 變成國際的觀光景點 當國有國家來臺灣的經濟時 會想要來環南參觀 我們市場傳統市場 市場很現代 衛星 東西會新增 重點好銷 這就是我們以來 我們能力會跌 感謝指定和副指定 謝謝 環南市場二期施工 預計明年8月完工 二樓攤商將搬到一樓 總計兩棟建築超過1000個攤位 二樓改做停車場 未來將以營業環境 產品品質 攤商素質為三個重點 致力發展成為國際觀光市場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必知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市面上標榜幼兒圍兜的材質有許多種 有鑑於幼兒圍兜的材質安全需求比成人高 值得消費者重視 因此消息會進行檢測 作為消費者的選購參考 嬰兒成長到四個月大時口水分泌量增加 家長就會讓嬰幼兒使用圍兜 主要在幼兒流口水時可以吸收 減少因為口水造成衣物潮濕而需要頻繁更換 隨著消費者使用需求不斷演變 市面上出現各種材質的圍兜 消息會就特別針對連鎖藥局及藥妝店 複嬰用品店及網路購買圍兜檢測 15件樣品中有5件標示不合格 大家都非常重視我們的新生的寶寶 那麼對於它成長的過程當中 所需要用的這些嬰幼兒的用品 我們都認為要加強檢測 所以我們特別針對嬰幼兒用的這些圍巾呢 來做一次檢測 所以我們采樣就在今年的2月份開始 在台灣地區采樣 在2月份我們采樣的這些項目裡面呢 我們首先說15樣產品裡面 我們有13樣是來自於確定是有地區的 另外兩樣我們買到的時候 發現它是沒有註明是核地生產的 那麼兩件沒有13件裡面呢 我們發現是有9件是在我們的 4件在我們台灣地區產製 另外9件是在中國大陸地區產製的 那這是它的產品國別 那我們的從哪裡來買的呢 我們一般分成實體店跟虛擬的這些網路購物 那麼我們在這次裡面呢 一共有8件是從我們的虛擬的網路購物的管道取得 另外呢我們其他的7件呢 是從我們全省各地的這些專賣這些嬰兒用品的店裡面去購買來的 所以這一次我們特別把檢驗的結果來跟各位來公開 那我們檢驗哪些項目呢 首先我們做的是標示的調查 其次呢是我們針對這些黏織品 或者是來自用一些矽膠塑膠材料做成的這些幼兒的圍兜呢 我們是進行的幾項檢測 首先是它上面都有些顏色 所以大家知道比如說非常鮮艷顏色 它作為一個生長過程當中的一些有基礎的溶劑 介石呢是檢驗有沒有重金屬 鮮隔的這些方面的這些殘留的問題過量的問題 其次呢我們是進行一些敏感物質 像人積分或者是人積乎乙烯的這樣一個檢驗 然後再來是多環方金的這個檢測 那麼這些我們特殊檢測的還有這種成分的檢測呢 最主要是基於它製造過程當中所使用的這些添加物 或者是製造過程當中所使用的一些化學藥品 那麼我們要來檢測它到底有沒有符合國家的標準 那在15G 樣品我們針對於兩個部分來做調查和經驗 一個是針對於商品標示的部分做調查 一個是針對它材質的部分做檢驗 那首先呢就這個商品標示的部分 我們給各位做一個說明 我們前面這邊總共就是我們15G的樣品 然後它們漂亮的東西然後滿目 各的世界各樣的顏色都有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像這個編號11的部分 它是沒有標示製造日期的 這個部分就是有一個商品標示的 必須要標明製造日期 所以相對在選購的時候要看看它的製造日期 有沒有記載 那在編號10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編號10也是很漂亮的一個回燈 但常常沒有標示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然後沒有標示廠商的名稱 地址 電話 製造日期 生產國別 還有主要成分 所以說大部分都沒有標示 像這種 偽動部分消費者在選購車 就被研究 那在編號9的部分 它沒有標示廠商的名稱 廠商的名稱是指台灣部分的延長代理商 它標示國外部分也不行 包括在台灣的代理商要標示 那它也沒有標示它的一個地址電話製造日期 那像這個編號8的部分 它是沒有標示廠商名稱地址電話製造日期 標示3 那這個 是沒有標示製造日期跟生產的國別 我們15件的樣品 有5件是不符合商品標示法的規定 所以它不合格的比例相當相當的高 那這部分也值得大家重視 那再來呢 我們針對材質部分做一些檢測 剛剛董事長我們也講到 我們做了幾件的這個檢測項目 包括這個 人積分 還有這個人積分巨陽以西米 它還有油力甲醛 重金屬 它的牽格的一個容疏 還有多環方廳 這四樣部分 我們來做檢測 因為這些都是可能對應有的 造成一些健康危害的一個物質 所以在因為我在洗物品的時候 要避免這些危害的物質 才能讓保護安全更近一點 不合格的樣品均購自網路 不過無論是實體或是虛擬店面 廠商出貨時應檢視標示是否符合規定 詳述產品內容讓消費者對產品有所認識 而違規物質檢測則是皆符合標準 所測的這些東西的話 像PH 這個是一個自然物 甲醛是個自然物 那人肌 營養肌 泥 以及它的這個分代謝的這個產物 就是人肌分 這個是一個環境荷物 這個環境荷物 所以我們一般在說我們最擔心的就是CMR 在這一次的話有C就是cancer R就是reproducible 也就是說生殖毒性 所以這次這些實際上都是我們比較關心的 尤其是對這個幼兒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做出來這些結果的話 做出來這些結果的話 在PH的話 雖然是都符合標準的 但是我們這邊也有去把它秀出來就是 這個各國兒童用品對這個PH這個規範 要是去比較一下的話 我們國家的話的標準應該是在給大門用 不是給小孩用 所以這一點的話 就我們應該是還可以再跟國際同步 就是我們定標準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我們的人機巨洋比基尼的這一個 那我們國家的標準是還蠻高的 是1000ppm 那我們有測到一個 大概是165 那假如說但照國外的話 大概是要150 所以要是比照國際的這個標準的話 我們也是會有一件不符合標準 那中規原因應該是說 我們目前國家的標準 對於幼兒或是因幼兒 我們有很多是有單獨抓出來 但是這個還沒有 在我們今天所策法執行的這一邊 所以這個也是建議 政府這邊能夠再把這個標準 再把它跟國際間同步 消費者在選購嬰兒為兜時 蕭基會也給出建議 我們知道對家長而言 每個小孩都是他們的寶貝 那寶刀的安全是他們對他們的期盼 那像前面這麼多種這個商品 我們建議消費者 第一點是選購上的安全 標示上的安全 要選購這個標示要齊全量 尤其必須要像製造商的代理商 那如果沒有收到代理商商品有休哥的時候 就是找不到對象來 所以第一個我們現在的建議是 標示上的安全要注意 第二個 因為像這種商品標示不合格的部分 我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像這一次我們有五件商品標示不合格 這不符合這個商品標示法的 这里面有些只有一样没标识 甚至很多样都没标识的 依照我们商品标识法第15条的规定 这部分可以处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发货 第二个我们给消费者的一个建议 是穿戴的安全的建议 在选购的时候 避免小费线太多 或者是细线太多的 请消费者要注意 尤其是妈妈们 或者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或者是望孙心切的这些祖父们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清楚的标识 要选购有清楚标识 才知道说货物的来源 以及有问题 可以找负责厂商的这些对象 第二个我们也尽量的 大家知道很多有些是 或者要让色彩 或者是让一些线条更加鲜艳 做了一些染色 以及染色要复杂的界面 不用使用一种容器 或者是介质 那么如果我们是 不要这么讲究这些图形 鲜艳的验刷 那我们尽量选一些比较 减少使用这些有机容器 或者是一些介质的这些幼儿围兜 相对的接触风险会比较少 这是另外一个建议 那对于我们在这一次检测 发现到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仍然有这些违规的 这些现象 我们会在事后 检据这些证据跟证件 我们会依请我们的主管机关 继续的进行查处 第二个呢 我们对于所发现到 我们适用的法规 发现它是针对比较成年人的 这个法规 但是对于这个耐受性比较弱 的这些婴幼儿 如果已经有先进国家定出 针对婴幼儿更严格的标准 那么我们会建议主管机关 来修订研定我们国家的法规 让它在成年人适用之外 能够有针对婴幼儿 所适用的国家标准 来这个修订 只有用这种方式呢 让我们现在越来越宝贝 我们现在国家婴幼儿越来越少 但是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健康 受到的环境呢 能够越来越友善 它用这种方式呢 来保护我们的这些小小的消费者 或者是年轻的父亲 萧继辉也呼吁 婴幼儿的耐受利益不如成人 对其商品各国规范都越来越严格 政府与业者应以更严格的标准 来保护幼童的健康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经典台湾漫画 艺人茶几 以百年前殷商陶德与李春生两位异乡人 开创大道城乌龙茶传奇 作为故事背景 近年来发行第五集完结篇 新书发表会上 作者张继雅除了表达心中不舍外 也感谢连载十二年来一路陪伴的书迷们 立委苏巧慧也以超级书迷的身份 请来送上祝福 艺人茶几部分取材自真实历史 描绘殷商约翰陶德与洋行买伴李春生 如何将台湾乌龙茶销往世界 造就台湾乌龙茶传奇 2010年首度在CCC创作集出刊 如今迎来第五集完结篇 新书发表会上 作者张继雅除了表达心中不舍 也感谢连载十二年来一路陪伴的书迷们 完结篇的心情 基本上是松一大口气的 觉得终于可以顺利完成 然后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希望可以不辜负读者们十几年来的期待 因为我们每一本漫画在完结中间 它可能会需要在一些筹备 比如说它接下来要怎么样勘载 或者是它要用什么形式在什么地方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连载的创作过程 它是其实比较更接近是每一本每一本完成的状态 这样子 最后一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 陶德跟李春生他们是历史人物 就是这部漫画取材历史 那可是作为漫画希望给读者 就是最棒的阅读体验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既有的历史的一些历史事件 已经固定的历史事件时间点 在这样的框架下再去找出角色 他们可以比如说在比如说原创性的 或者是更娱乐性的演出 就是像这个部分就会花很多心思去思考 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角色上基本上都是跟当初设定 就是从设定开始出发 但是其实在这个创作过程中 我会意识到就是 我可能在某些部分并不太了解角色 会这样说是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商人 所以我觉得我会需要去做更多的取材 来更符合就是作为商人 他们可能在思考的地方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像这样子去做更多的添加 让角色丰富 历史漫画它不是只是完整的去重现历史而已 它必须藉由漫画里面很多吸引人的表现方式 让读者投入兴趣 那在就是角色的互动上 然后故事的比如说意想不到的地方 像这样子去添加它的娱乐性 然后吸引读者可以看一下去 而不是只是像看历史教科书 就是这套漫画在创作的时候 也一直在注意的地方 新书发表会现场 立法委员苏巧惠也特地前来送上祝福 并以超级书迷的角色分享自己的心情 细数漫画里每个感动他的瞬间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漫画而已 它其实是现在年轻人非常适合的新创的圣经 我觉得很多人在讲这部漫画的时候 其实会说我们终于有把台湾史 用一个轻松易读的漫画方式 可以介绍给更多的年轻人 我完全同意这部片 这部作品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更认识台湾史 但是我同时必须说 其实20多岁30岁的年轻人也很适合得 因为当我们想要创立一个新事业的时候 中间会遇到的挫折困难 理想和梦想的拔河 理想这段陶俄之间的争论 真的完全就是代表了 我有理想我想要往前冲 但是我完全不管后面的经济压力 我就是不得做梦的淘德 那个热情的燃烧 不晓得到底哪里有的这种勇气 然后李春生的那个理智面 现实面一直把它拉回来 但是到最后 你到底要在你的梦想 和理智之间如何画出那个平衡线 常常我会自己看到热泪云眶 因为我会想说 哇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想要把更多的想法让更多人知道 这不就是淘德 他现在在讲的这些话吗 像刚刚到这 那常常都会有那个对话狂海很大啊 就是你看到他已经一路挫折挫折 然后跟李春生一直吵架吵架 吵架到最后李春生 中间说对啊 你说的是对的时候 然后下一页就会大大的风景图 空景全页 再加一个对话框 让淡水的风 自由的风吹向全台湾全世界吧 我就说啊对啊 就是这种心情啊 我就是要把台湾人的梦想站上世界的舞台啊 就这种高度啊 就觉得啊我被鼓励到 然后下一页一页都开始继续挫折 就开始挫折 所以那个新创 各位你们可以理解吗 其实我的行业像我弟在做的工作 我也是把我弟的工作当成是一个新创 我是在创造一个品牌我是服务业 所以其实中间我有很多困难 然后要怎么沟通 要把自己推销过出去 其实我觉得跟陶德在推销 这一杯茶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相同的 所以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有那么多 能够鼓励大家的心情 你这个人真的有这么乐观 向上吗 为什么他一直这样鼓励大家 但我真的有被鼓励到 然后不管是这个城投家 他跟他儿子之间 到底要不要在一种新品种 那个困境 我受过了挫折 所以我要停在这里 但是二代就一直希望能够有新创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父母留下来的东西 明明就有机会可以在那儿发扬光大 但这故事 我觉得也是每一个二代的挣扎吧 每一个二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甚至是 今天这个画像 我一来看到这个画像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新创 后面他还有一个 那一杯茶 是一个想要被认同的心情 原来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讨德都比我懂得更多 你就是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对啊 那种想要被认同的心情 当我想有一个梦想 希望被更多人看到的那种心情 就是这样 一路陪伴张继雅的责任编辑 同时也是CCC创作级主编的温存雅表示 从陶德村生还有周边的人 都让更多读者了解这块土地的故事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一开始我认为陶德他人生 他有把台湾的茶叶送到美国 然后又有什么到台湾天 他就是海里面救人 或者是说经历了轻辣战争 这个故事本身很精彩 然后每个片段都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大概是个四回的故事 然后但是很快 吉亚就打破了我的想法 他说我们来个三集吧这样子 然后三集大家都知道 后来又变四集 然后又变五集 对那可是事实上是 每次吉亚都能够说服了我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擅长演绎故事 能够很就是把故事绵密的去 让这些角色 然后他的一些心境转变 然后他们的个性 去呈现出来 所以我每次都会觉得说 这样让不是应该的 然后也而且事实上是 作为一个就是有点外来者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十年过程中 慢慢的融入了这样子 台湾漫画的一个环境 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幸运的编辑 因为我遇到的是吉亚 因为吉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创作者 他如何再去这个故事的表达上 那还有再是一个就是人物角色的塑造像 因为 Liu 说像我还蛮非常深刻 第一次讨论到陶德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个说 我觉得陶德是一个浪漫的人 然后我就想说 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我只知道说他做了这件事 他做了那件事 但是当这个性格出来以后 我这个角色就先过一切 然后而且在这十年 我们一直在创造这样的故事 然后我当然是一个主要是 资料收集的程度这样子 就是资料收集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些 领导整理等等 那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路线的探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是变成是深深的就是 我也是这个作品的迷 我也是经常在走在那些路线上 走到台北城门也好 或者是走在就是那个 大城门也好 所以想说陶德搞不好哪天 就是这样子在这里路过这个地方 张继雅是嘉义眉山茶农之女 当初构思长篇创作时 便决定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出发 也让她一头栽进台湾乌龙茶的世界 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制茶的技术上 如果我有不懂的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去问那个父亲 去问爸爸就是 比如说那个技术它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或许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 像之类的去问爸爸 那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为了漫画的目的去问爸爸 那爸爸他就会有一点觉得就是过敏情 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呢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啊这样子 他他们就会呈现有点困惑的感觉 但是他们还是会很努力的就是把 他知道知识告诉我这样子 他的就是看点应该还是最后回归到角色身上 就是陶德跟李春生 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作为商人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想跟希望的想做的事情 那两个人是不是你说能够一直 就是像以往一直合作下去呢还是说两个人的关系 产生变化呢我想这个是书名可以在最后一集就是 就是有去期待的地方这样 就真的就是只有就是谢谢他们就是一路陪伴 然后一起走到这边来 就是有真的就是有书名他从国小的时候开始看这套漫画 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出社会了 然后他终于可以等到最后一集了这样子 就是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说我其实觉得松一口气 就是毕竟让大家让书名等了十年希望可以最后好好的把结局 就是就是献给他们这样子的感觉 一人茶几漫画迎来最终章 陆续也将衍生桌游城市解谜PC版电玩等不同领域的合作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乌龙茶的故事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有些电影来看 基隆与滨海步道整修工程 2021年11月开工 历经恶劣的天气口验 金融市政府宣布正式完工了 民众暑假可以登岛漫游 而市政府还贴心的新建了景观平台 让民众走累了 可以坐下来欣赏壮阔的山海美景 民众搭船抵达金融宇 要登上金融宇灯塔 沿着登山步道登顶 对提议来说可是一大挑战 要一边爬一边水要喝啊 登高望远欣赏无敌海景 离开前别忘了来个大合照 另一条滨海步道 沿线海景更是美不胜收 过去滨海步道因为老旧毁坏 金融市政府去年向观光局 争取经费补助 进行全线修缮 近日终于完工 开放民众体验 那因为这一个滨海步道过去呢 是用混泥土的材质 所以呢它很容易就翠裂 那游客上岛以后 踩到就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跌倒衰落 所以我们在整个登顶的步道 这个木栈道完成之后 我们进行了 黄海步道的整修 那这一阶段呢 我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 设计规划施工 那到今年的7月1号 我们就让它要完工 所以我们也从7月10号开始 来做一个开放 然后让我们的游客 有多一个 这个黄海步道的游程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新的步道走起来 相当的舒适平坦 走累了一旁 还有新色的景观平台 让民众遮阴坐下来休息 前方就有无敌海景 你们针对这个新的措施 凉亭啊 然后觉得感觉如何 很漂亮 很漂亮 有没有很凉 有舒服吗 舒服 在步道的旁边 我们有设置了几个地方的 这一个休息平台 那这个休息平台呢 我们是用一个也是 比较是木头的材质 那同时呢 也融入地景的概念 用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 让它 就是在这个整个步道的旁边 让游客 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要修缮之前 也跟我们的游客做了一些调查 其实这一段的 步道的海边的风景 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徐徐的清风吹过来 其实走过去是很舒服 同时可以看海景的 唯一的不方面的地方 就是太阳大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都急着要把它走完 太阳太大 那因为步道也比较长 所以呢有一些年纪大的游客呢 他就会有反映一个心声 就是说 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能够驻足 来观赏海景 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搭船出游行程夯 民众抢的暑假出游 金融与登岛 每日虽然有1200人数上线 但游客依旧报名踊跃 从4月1号统计到7月初 那大概登岛的人数 有18,300多人 那我们目前知道的预约的状况 到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预约 人数已经有2万 还有2万8千多人 在这个线上等待的 这个预约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未来的登岛 还有2万8千多人是要登岛的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 这两天步道开放以后 也增加了这个游城 所以人数是比较多一点 闭海蓝天 一望无际的海景 还可以登顶 眺望远处的归山岛 或者沿着滨海步道悠闲散步 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美景 疫情趋缓 国律也要开始拼经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农历6月19号 是观音菩萨的晨道日 激动慈云寺依循传统 从农历6月17号开始 一连三天举办诵经祈福法会 并在观音菩萨晨道日当天 举办民俗祭义团队 绕境祈福活动 来自各地的信众 准备寿逃水果等贡品 涌入慈云寺 虔诚参拜 祈求一切平安 基隆慈云寺为了攻注农历6月19号的观音菩萨晨道日 一循传统从农历6月17号开始 一连三天举办诵经祈福法会 保佑大众平安 来自各地的信众 也虔诚地准备寿逃水果等各式贡品 涌入慈云寺参拜观音菩萨 今天是那个观世音菩萨晨道纪念日 我们从那个前天 昨天 昨天半夜还是 我们到半夜还在拜拜 还准备一些那个 那个粮的点心给信众享用 还有我们等一下 我们还有那个 雷构家 还有那个 这个神明都要去绕境 基隆市绕境 虽然天气热也是 很多那个香客 好啊 你刚才有拿 好 好 真是有拜佛祖 佛祖拜好 台湊外面有到香气的结縁 有兵 吃平安 那慈云市是我们安乐区一个 这边也算旧安乐地区一个 信仰的宗教信仰中心 那也是那个平常也相关的 一文活动或者是 其他的慈善的行为也都是平常都有在做 那感谢民众能够来持续参加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来祈求平安 那也能够让整个疫情能够让它带走 整个疫情带走 那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炎炎夏日 慈云市也在热心志工的协助下 提供爱玉 米苔木等夏日良品让民众外带 吸引不少信众来排队领取 我们慈云市每年在这两天都会准备一些凉饮 无限量的提供我们的香客来饮用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特别考虑到要避免病毒的传染 所以我们今年就特别就一袋一袋装好 然后放盖子在上面 然后一袋一袋装好放上上面 也在提示里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带回家吃 吃饱平安的 那避免说急着一起吃 就这样子 农历6月19号的下午 慈云市也举办绕境祈福活动 借由众神绕境保佑全体市民平安 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处理绕境 不只观世音菩萨 好多神像都请出去绕境 都是要给大家平安 市民大家平安 慈云市希望透过绕境活动 与诵经祈福法会 来保佑所有信众与市民朋友万事平安 也祈求疫情能够早日消散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北台湾最大的宗教寻疆活动 7月16号在外木山渔港展开 16艘渔船组成的绕境船队 带着喜安宫慈府王爷 从外木山渔港出发 进行海域绕境祈福 基隆市长林佑昌也亲自参与 慈王爷寻疆后的安座仪式 带您一起来看看 带着喜安宫慈府王爷的船队 浩浩荡荡从外木山渔港出发 一年一度的外木山海上王爷 绕境活动7月16号登场 根据当地相传 外木山海上王爷 绕境祈福起源于基隆雨的海面 突然出现一艘亡船 随着东北季风及振振罗鼓声 死进外木山撕坎沟内 当地居民因此将王船请起供奉 而王爷绕境游疆除了去除疫情 也带有保佑渔民出海平安 雨获满载的用意 因为我们王爷是来自于海上 然后他也保佑我们渔民 丰收 人船平安 因此我们跟一般的路上的绕境不一样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海上绕境的方式 用这样子的一个祭祀的方式 来确保我们能够大鱼大收 然后也保证能够四季平安 所以这样的海上绕境 在全国来讲 目前是相对比较少的 比较罕见的 由16艘渔船组成的船队 从外木山渔港出发 航行至深澳渔港 金基隆雨 金山狂港渔港 归后渔港及盗轮雨港 完成寻江仪式后 包括金融市长林又昌 立法人蔡世印 与当地市员宋伟丽 庄敬胜张炳君等人 共同参与持服王爷的安坐仪式 希望借着王爷的绕境寻江 一方面为民众消灾祈福赶走瘟疫 也透过活动 让民众体验深度的文化观光路径 他也会申请 我们金融市的无形文化资产 那也会变成是我们在金融市西岸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元素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宗教 跟在地的文化的活动 我们也把相关的文化的一个路径 把它串联起来 除了传统科以外 金融市政府产案发展出方面 也在当地渔村举办建学工作坊 重现当地的秋柳彩花之烟 晚上则以伴桌流水席行事举办平安晚宴 外户山王爷祭近年来 透过所管祭海上游城 让更多民众都能参与北台湾最大的海上宗教盛事 也让外户山海上王爷 绕境活动文化意涵及历史故事 能永续保存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